没办法出国也没关系 因为国内真的很多好吃的 国内餐饮市场 商机就超过上兆元 但是现在大家除了爱吃美食之外 很多人更爱的是吃气氛 所以餐饮业者也绞尽脑汁 端出了这种沉浸式装潢设计 像是有打造威尼斯 这个意大利餐厅 还有老公寓 买泰国船面 今天煮香气 这还没完再送进烤箱 猪排满满肉汁别急 搭配芒果沙沙酱一起上桌 金黄色果肉也放进沙拉里 搭配女衣甘蓝 刨出起司片更添夏季风味 电青色的瓷砖就像水道 还有墙上的橘红色就像红色砖墙 这里是不是很有 意大利威尼斯的感觉呢 用色彩展现出意大利水都风情 有那么一瞬间 还真以为来到欧洲餐馆 我觉得很棒 就是有那种到达欧洲的感受 因为我也没去过欧洲 但是都是看照片 然后第一次会感受到 非常的有氛围的感觉在这边 营造气氛让吃饭很有感的 还有这里营火不一字 刻意打造出户外野趣风 东北大游便还有羊肉串 都是现烤的 我们来到山上搭帐篷吗 其实不对喔 你仔细看我们现在是在台北市内的烧烤餐厅 除了在帐篷内体验户外烧烤滋味 在另一头则是坐在一整片森林中 一边踩着碎石子和草皮一边大口吃烧肉 碳火逼出香气 玉米一颗颗串起来 继续分成三段串 来自四川重庆的烤法 每一串还是铜板架 一个船面然后一个烤丸子 然后再一杯大杯的香茅汁 从餐车攻击碗到蓝色餐桌 热气白烟中还看到杂乱的电线 以及转来转去的泰文 一秒就到了泰国 这其实是在高雄的面摊 老板因为太爱泰国 就把当地街头小吃神父制到台湾 还意外哄回泰国 国内餐饮有多拼 不但要顾好餐盘里的美味 连桌椅装潢都要设计 才能带给韬客们 惊奇不断 东森财经新闻 刘子谭留意应在台湾岛